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的路 化民健康前家人在声明中介绍自己 是河南一个公务员 一个县的局长 我见证了中共的黑暗 绝恶 腐朽 中共官员自讲利益和金钱 中共用谎言和愚民政策来教化民众 用暴力和恐惧来控制百姓 为人民服务 是中共巧取华欧多的 冠冕堂皇的口号 很多人说天灭中共 这是上天的慈悲和威严 我遵从上天的旨意 我声明 我退出中共的共产党组织 共青团组织 少先队组织 声明人 健康全家人 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政党 口吼声声 说为人民服务 但是却做着最卑劣的勾当 所做的一些事情 都是为了替统治阶级 攫取利益和维持稳定 近几年 我看着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却不能改变什么 非常痛心 只能表明退出这个邪恶的政党 声明人 陈维京 中共宪法中写道 公民有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的自由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但在实际生活中 因为中共的严厉控制 中国大陆民众根本享受不到这些自由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写的是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中共的各级党的机关办公处 也都摆放着大大的金子招牌 为人民服务 其实是愚弄人民的鬼话 从各级共产党的官员腐败程度 不难看出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必服务 是全国人民的灾心 是人民多灾多难的祸根 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坚决不以流氓党为物 在此声明退出早年无知被迫加入的 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组织 做真正的中华儿女 远离马列邪教 声明人天有福 在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骗人的鬼话后 现在一些中共官员连为人民服务都不再提 如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用 近期发文谈检察工作 就只提为大局服务 多地政府部门也把标语 从为人民服务改为为大局服务 对此时事评论员李灵一对大纪元表示 大局是习近平时常挂在嘴边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下都喊话为大局服务 实际上就是说为习近平服务 这是习近平全力宣示的需要 也是各地官员表忠拍马屁的举动 这其实暴露了中共的本质就是为了一党之私 为独裁者一己之私 随着习近平主政深入 其作为会最终让人民看清中共的反人民本质 对于为人民服务 变为为大局服务 大陆民众也议论纷纷 当有人说要不惜代价的时候 你往往就是代价 当有人说要顾全大局的时候 你往往不在大局里面 毫无疑问 人民被踢出局了 主要还是怕你误会 你有可能误会自己是人民 但应该不会误会自己是大局 上海市民朱先生表示 之前说的为人民服务是骗人的 现在只是不装了 为大局服务也是假的呀 都是骗人的呀 为大局服务就是为当官的 这样争存 这个社会可能是够呛的 现在就是地方方言不怕高 上级支持家族违法犯罪 下级可以胡作非为 但是你咋搞都没用 搞不动 也不知财量不到位 不知证据不充足 就是说 那用这权 办法办法 主要目的是军事办法 为大局服务呢 就是为他服务呗 人民得为他服务了 拿着人也能当交权数了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毅表示 中共在政治口号使用人民的字眼 是为了骗取民众支持 用为人民服务时 只是政治包装的手法 以公检法和军队为例子 从来只是为政权服务 不是为个人服务 现在把人民改成大局 显示最高领导层觉得 不必再禁用人民巩固自己的权利 邓小平镇压六四的大局 就是共产党江山不能丢 现在的大局 就是要维护习近平的最高权威 该灭的就得灭 该剥夺的就剥夺 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大局 作为一名体制内基层党员 多年来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 无数荒诞丧德 震塌天道功力 违背功序良俗的事情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戳出来为人民服务的稚记谎言 让我认识到只有退出中共 解体中共 并彻底消灭中共 才能拯救中国和中国人民 并且解放个体的灵魂 曾经年轻的我们 被虚伪宣传点燃一腔热血 从而加入了这个罪恶的组织 现在我们彻底觉醒了 中共就是一个犯罪团伙 一个恐怖组织 它不仅绑架了14亿中国人 更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 以前曾经委托大法弟子退过党 现在学会了翻墙 所以要亲自退才更能表达诚意和决心 感谢大法弟子的付出 和所有关心大陆中国人命运的人们的善意 聪明人郭善人 在过去 我因为共产党的所谓为人民服务的 一系列洗脑和渔民教育 和当时社会导向 误入共产党组织 但我透过翻墙软件 了解到共产党屠盖杀了数以千万计所谓地主 大跃进造成良荒饿死数千万同胞 文革浩劫 六四镇压和平争取民主自由的北京群众和学生 疯狂镇压争取普选香港人民等 一系列的无耻的反人类罪行 从而使我觉醒 只有消灭共产党 才能在中国实现真民主 真自由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站起来 在此 我通过三退网站 声明彻底退出中共卸大 与法西斯政权割席 声明人张无为 大陆民众陈明志是一名法律工作者 曾被人胁迫加入共产党 入党申请书也是别人写好给他 拿去交给党组织的 之前没入过少先队 没入过共青团 他在声明中说 入党后 办理了许多中共当局 违法强拆民房 不给任何补偿的案件 被强拆人利益得不到任何补偿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上访 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残 坐牢 致死 随着时间推移 已看透中国共产党 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而是到处与民争利 搜刮民纸民膏 迫害人民的邪灵组织 我已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本质 看透了中共独裁统治 看透中共迫害人权的残暴 我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与中共势不两立 为声讨中共当局 保护被拆迁房屋的 被拆迁人的权益 我会一无反顾地 积极参与到 消灭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队伍中 推翻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 声明人 陈民自 看到中国共产党说为人民服务一套 做欺压百姓一套 好话说尽 坏事做尽 看见遍地 贪官污吏 本人年轻不懂 加入了共匪流氓的团队组织 现退出邪恶的共匪组织 和他划清界限 声明人 善良民 中共的末日疯狂 戳破了为人民服务的骗人谎言 共匪的城管可以随意伤害伤犯 共匪官商勾结 借助黑社会强拆民宅 共匪的利益熏心 促使北京洪荒兰幼儿园虐童的丑闻 共匪的残暴统治 强阻北京的低端人口 共产党的邪恶本性 是由其九大基因 邪、三、骗、斗、强、匹、剑、控、灭 决定的 一切的败相、丑相 只能是末日的疯狂 从而也应验了那句话 天欲其亡 必先使其狂 退出中共邪教组织 免遭老天成灭 才是对明智的抉择 百姓的福祉 只有顺天也获得 今天决定与其恶党划清界限 退出党团队一切邪教组织 求得老天护友 声明人王福康 从小热爱文学历史 对社会上许多荒谬不公的事情 深感迷茫 曾经真心以为邪共 在为人民服务 甚至想要投入其中 近来机缘巧合了解了真相 深感恐惧 羞耻 羞耻 那时我当秉持善念 可敬为人之义务 在此声明退出邪党团队 与他们再无瓜葛 声明人 王大德 大陆的杨康 建华 马翔等150人联合声明说 国家民族和政党之间 哪一个更重要 当然是国家民族 因为政党是为国家民族服务的 但是在共产党这里 是反过来的 对共产党来说 共产党是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的 从个人到国家民族 都要接受它的领导安排 由它掌握一切权力资源 同时 接受它的思想改造 从思想到行为 与其保持高度一致 成为其驯服工具 它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 把人民变成它的奴隶和工具 而它则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奴隶主 这个奴隶主 不仅仅以占有人类为目的 它还要斩断人神关系 破坏传统道德 否定天理良知 让人相信 自己只是一个屠有肉身的高级动物 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因为它是一个魔鬼 它的最终目的是毁灭人类 我们声明退出中共这个魔鬼组织 远离魔鬼的蛊惑 遵循神的教导 这才是人正确的选择 声明人 杨康 建华 马翔等150人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除了在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陆频道 每周一中午12点半 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 在推党.org网站和干净世界 也会同步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